一桥连三地跨海过龙年 新春一时紫金花开 自香港全面恢复通关 香港各大口岸见证着大湾区民众 北上南下双向奔赴 早上口岸吃早茶 中午澳门吃蛋挞 夜晚围港看烟花 一小时生活圈的成情 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日益密切 今年春节期间2月10号至13号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 出入境车辆累计达5.99万辆次 集中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4.3万辆次 占比超过口岸客车通行总量的七成 港车北上这一新的出行方式 首次亮相春节 年初三带小朋友去过车不上 我们就去古兜过浸湾团 我们之前早两天就预约了去玩 所以今天就很开心 很方便 还有很舒服的旅程 直接点到点去到我们就去地方玩 三家人就坐一个八人汽车过来 45.07万人次 全年有5334万人次香港居民 前往内地 大量香港人北上探亲 创业 工作 购物 消费 时间回到2019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以香港 澳门 广州 深圳四大中心城市 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 五年来 交通网络的互联互通青年创业基地的纷纷开源 不止让香港市民纷纷北上消费 也令EPP香港青年看准这一发展机遇 投身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来 生于广东江门 中学时代辗转于澳门和香港 后赴美国哈佛大学求学的吴学明 称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大湾区人 毕业后 他的创业足迹遍及粤港澳三地 在他看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 也是广府人的期盼和机遇 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缩短各城市间的距离 不仅是物理空间被拉近 粤港澳三地的制度隔阂也在减少 他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 包括设计 艺术 创业 基金投资等行业协会 目前已吸纳5000位青年企业家 香港的青年他来内地创业 特别是在大湾区内地的一些城市创业 他们是有很有想法的已经先来了 然后我们也接了一批一批的 上千名的青年在这里创业 然后在胡话期 在工创空间落户了 我们是个慈善组织 给青年朋友赋能 只要他们有项目 或者有简历 他想留学的 想读书的 想就业的 想创业的 我为大家搭一个台 希望大家能在这里蓬勃生长 为我们祖国做出一些贡献 在位于深圳前海的深港青年梦工厂 香港设计师邓卓越 正在设计绘画自己的原创IP民族娃娃 他告诉记者 自己2021年来到深圳 开启了自己新的艺术生涯 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他 非常喜欢深圳这座开放包容 充满了机遇的城市 我看到很多机会 深圳他很接受不同的文化元素在里面 然后我们的创作力 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平台 跟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公司去合作 不只是一幅画 加入可能科技啊 那些元素也可以变成 另外一个方向的一个项目 同样在梦工厂工作的 还有香港青年周判 他所在的公司主要为 处于成长期的港澳企业 提供投融资 资源对接等专业型服务 他则从事港澳人才资源对接的相关工作 他说2023年时 公司发动梦工厂内的香港公司 面对香港青年 放出了逾百个招聘岗位 收到了过千份简历 那他们有合适的工作的时候 给他们挑选岗位啊 给他们做面试辅导修改简历 等他们实际落地了之后 可能他们的一些生活问题 甚至一些政策补贴的问题 都是我们一手包办 我们会明显地看到23年比起21年 香港同学是更有抑郁来内地尝试和发展的 刚要发布五年 香港青年竹梦驻梦的故事依旧继续 放眼未来 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创会主席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生表示 香港作为大湾区内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城市 拥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需要继续做好国家与世界间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同大湾区其他城市一起走向世界 我觉得香港一定要按照国家的要求 就是内循环跟外循环我们都要抓好 内循环就是抓住国家庞大的市场 香港还有一个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 这个世界非常的大 所以只有走出去 我们在外循环里面发挥作用 所以香港的未来 只要融入国家发展的道具 又要联系全世界 这个组织香港的定位